2015年,张权龄从央视辞职后, 满着大他18岁的老公, 去上海约会一位80后的二混子, 并且给了他148万。 二混子辞职后,张权龄又直接给了1500万。 有一段时间,张权龄的身体出现了一样, 总是不停地咳嗽, 甚至越来越严重咳中带血。 张权龄担忧地去医院检查, 初步怀疑是肺癌, 刚刚40岁的张权龄有些绝望, 自己的孩子还小, 他还没有好好的享受生活。 丈夫安慰他说, 辞职吧,安心在家养病, 我养你。 辞职后的张权龄在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孩子, 心情渐渐好起来, 一个月后去医院复查, 医生告诉他, 只是普通的肺炎, 死里逃生的张权龄开始更加审视自己的人生, 他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 一天, 张权龄看到儿子抱着平板, 一边看一边笑得前仰后合, 他好奇地走过去瞅了一眼, 没想到这一眼也把自己也都笑了, 儿子看的是历史漫画, 生动幽默的句子和夸张的人物画像, 别说是对历史从不感兴趣的儿子了, 大人都非常感兴趣, 张权龄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, 他要把这个历史漫画做成系列书, 让更多的孩子喜欢历史, 了解历史, 这个想法一出, 张权龄便动身前往上海, 约见这个历史漫画的创作者陈磊, 陈磊当时是国企的普通员工, 一个月挣着5000块钱工资, 在上海这个大都市, 只能说是够吃够喝, 有一天, 陈磊接到朋友给他打来的电话, 央视的张权龄想来跟你吃个饭, 陈磊以为自己听错了, 这是哪跟哪的事, 央视主持人张权龄他怎么我吃饭做什么, 于是陈磊带着疑惑来到了饭桌上, 一见到张权龄, 他瞬间不敢说话, 只顾着吃菜, 这时张权龄突然来了一句, 小陈, 你这个是可以商业化吧, 陈磊没听懂, 又继续夹菜, 吃完饭后, 张权龄又来了一句, 小陈, 你这几天把工作给交接好, 专心把你那历史科普漫画给做好, 张权龄把自己的想法仔细跟陈磊说了一下, 两个人达成了共识, 当时就签了合作协议, 陈磊没多久就收到147万的前期投资, 陈磊也是个雷厉风行的人, 回去就把工作辞了, 开始专心搞漫画, 没过多久, 张权龄又拉着新东方的徐小平一起合作, 并且追加了1500万投资, 让陈磊更加有信心和底气, 陈磊成立了工作室, 用了两年的创作时间, 将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带到了大家面前, 瞬间吸引了上千万粉丝, 并且拿到了1200万板税, 从一个打工仔逆袭成为公司老总, 张权龄也得到了几个亿的丰厚回报,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还被列入了全国中小学生, 十大必读书籍之一, 书中又丑又萌的康熙配文字, 他不辞辛劳, 生了五十多个娃, 其中三十五个是儿子, 硬生生把皇帝干成了劳动力极型行业, 胡为雍是中国最后一个宰相, 配上这么个漫画家段子, 厉害啊, 都影响大环境了, 一个宰相让你干成了西洋产业, 大秦是过把瘾就死, 楚汉之争是败家子坑爹不求人, 包宫头怒先反朝, 南北朝里多败家, 大唐, 李渊建唐留意, 把真冠开门红, 武则天生殖祭, 大宋, 文艺青年宋徽宗上台, 北宋被逼成了南宋, 彪悍的蒙古人来了, 大元, 从二手小弟成为亚欧大佬, 压不住的农民起义, 风靡娱乐圈的圆曲, 大明, 全能行创业者朱元璋, 闹心是最多的六个皇帝, 站在王朝终点的三个皇帝, 大清, 走出东北的女真人, 大清帝国的三次自救, 枯燥陈旧的历史, 在陈磊的创作中, 不再只是时间历程, 不再是复杂的宫廷斗争, 不再是血腥的战争沙场, 而是搞笑又有趣的历史故事, 让孩子们能在哈哈大笑的同时, 学到对自己有用的知识, 网友说, 从唐诗宋词到五本漫画中国时, 嬉笑间看完了, 很喜欢二混子团队, 这个团队擅长用搞笑的漫画, 幽默风趣的语言, 让今天的读者愉快接受, 把知识轻松传播, 很适合中小学生阅读, 强烈推荐陈磊的半小时漫画, 寓教娱乐中让孩子不自觉地放下平板和手机, 如果感兴趣的话,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链接, 让孩子爱上悠久的华夏历史, 这是一种传承和知识的累积。